好,那还有一个观念 换一个咯 再换一个 这个是时间嘛 一天24小时 它的一个分配的情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装置好了 装置 好,那首先 首先我们这边是不是要再增加资料 所以首页里面 然后编辑查询,编辑查询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 又要点这个加入新的项目 好,加入什么呢 装置 装置是device 这个 pare phone or device 好,例如说我今天呢 我用什么浏览器 我用什么浏览器 用iOS 那就是Apple公司的嘛 应该说那个 Suffering Suffering是Apple公司的 就是 你当然不能够拿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量 来去分析 那个 例如说 目前哦 手机的市占率的差异 好 因为那个 Chrome 反正Suffering 它反正 只要是Apple公司都是用Suffering 然后 Android的话 它是用Chrome 可是桌机版不是也有Chrome吗 那如果 如果 现在好像手机里面用Windows的 Windows CE是非常少 根本就没有 还有人做一系统 手机的做一系统是用Windows CE吗 应该没有吧 以前那个HTC曾经出过一款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浏览器好了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 就看它是用什么浏览器 你应该知道不同浏览器会有一些不同的习惯 好 你看像有的是用什么Android 有的是用Suffering 好 大概可以知道用什么样 那至少 至少如果说它今天是用Suffering 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它可能用的手机是比较好的手机 对吧 对不对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愿意花钱去买那个 例如说比较好的手机 你去可以思考一下 像我是做一个教学 那有些人他可能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广告 例如说卖光碟 或者是说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行销 OK 反正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去看一下我们的浏览器 看浏览器是因为后面有搭配一个行为模式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到首页关闭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去分析 分析什么 例如说我们的浏览器 好 浏览器的一个 例如说 使用者好了 用使用者数来去观看 你当然也可以用那个 点击的次数来去观看 好 那我们就跨 因为直条图是最容易懂的 这个是可以排序的哦 这个就可以排序了 刚刚为什么这个地方不排序 好 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 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 它是连续的资料 不适合做排序 可是这个不是连续的资料 所以我们是可以排序的 那我们可以依照 依照什么 这个数值 由高排到低 所以是什么 user 所以我们知道说 Chrome的一个使用是最多的 然后接下来呢 suffering其实也蛮高的 suffering 好 有看到吗 suffering 那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 大部分的一个使用者 还是以Chrome 这个浏览器为主 可是 重点 我还是要 跟你们稍微 了解这件事情 这是以 各使用者来去看 那如果搭配这个时间呢 好 例如说我把这边缩小 就是每一个使用者 每一个使用者 他可能使用的行为 是不太一样的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是一天12个小时的变化 如果我们来去看Chrome 有看到吗 跟整体性的变化是差不多 那如果说是suffering呢 有没有发现 他可能 这边 这边更早一点 有看到吗 就是跟大 整个的趋势 好像发现 这个7点到8点 这边好像比较高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用这一类手机的人 或者是suffering 那个作业系统的人 他观看我这个网站的 这个时间 是跟整体性稍微往前提早一点的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了 那 那这个也差不多 这个也差不多 OK 这两个 如果说是 例如说9点到10点 10点到11点 其实这两个是差不多的意思 因为 我们不会去 不会去 把这样子就归类在说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 可是像这样子的话 有看到吗 它的高峰是落在稍微 比整体性来说 稍微再往前一点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说它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那你们就自己再长时间来去把它 就是做好 我们先储存 储存完毕 上午我们暂时就先上到这个地方 好 那 你要是还没有脸书 赶快等一下中午的时候 赶快去申请一下 至少PO个一个文